在頸部有一個腫塊 也是一個經常見到的病徵 究竟這個病徵代表什麼呢? 是不是真的要很擔心它會生癌症呢? 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一般來說,如果是年輕人、小孩 例如口腔、喉嚨發炎、雙方感冒、 呼吸系統感染後 頸部的臨胞骨腫了都很常見 例如年輕女士,大頸拋隔膠線大了 即是頸部最前面有一塊腫了 即是甲狀線腫了 是很常見的東西 這些多數都是良性 如果是臨胞骨 例如傷風感冒、牙痛之後 那些頸部的臨胞骨發炎 一般都是兩個禮拜左右 就慢慢散 如果是甲狀線的話 即是大頸拋那些 有些時候會有手震心跳、怕熱等病徵 又不會摸下去很硬 醫生一般以年紀來做分界線 有條 rule就是 如果中年人突然間 在頸部摸了一個腫塊 我們便會把它假定為癌症 Until proven otherwise 即是直到我們證明它不是 否則都會把它假設為癌症 直到我們找出原因 發覺它不是癌症 我們才放心 如果有頸腫塊的話 有些什麼其他的病症 會令到那個癌症 真的癌症的風險大一些 通常有幾個症狀 第一 它持續超過兩三個禮拜都不推 如果糧性的癌症 通常有一段時間它沒有了 過了兩三個禮拜 那個癌症都還在 沒有什麼改變 甚至越來越大 那你就要小心了 另外癌症有一個傾向 它會吸收到周圍的組織 而且它的質地和普通的組織不同 通常沒有那麼有彈性和硬的 而且吸收到周圍的組織 就會令它黏在周圍的組織 你便不能動它 例如喉嚨發炎 牙肉發炎 雖然腫了也好 但摸下去有些彈性 而且它通常都是動來動去的 在你的手指下面 如果硬了摸下去 就好像黏在下面的組織 不會線來線去的話 這也是一個危險的症狀 如果頸有東西的話 它是淋巴屈腫大的機會比較大 淋巴屈腫大很多時候 就是頭頸裡面 有些地方生癌症 然後走到淋巴屈那裡 你才摸到的 如果你真的有其他 我以下講的病徵的話 那就要特別小心 包括譬如說 一邊耳朵失了 聽不到聲音 很多個禮拜都聽不到聲音 譬如說鼻咽癌 在鼻腔裡面 就是鼻咽頭後面的位置 生癌症 通常會塞住通的耳朵管 令到耳朵裡面的水 走不出來 水積住在這裡 就會聽到聲音 隔了一重 所以遲了一段時間 一邊耳朵聽不到聲音 又有頸腫塊的話 那就要小心 耳朵 扯著很多地方 頭頸位 很多神經線 如果耳朵痛 持續的 頸又有腫塊的話 你怕頭頸裡面有癌症 令你感覺到耳朵會痛 另外比如說吞東西痛 也要留意 吞東西痛的話 就是怕食道 或者咽喉的位置 有癌症 有些時候會令到頸裡的淋巴腫 還有吞東西的時候 隔一兩秒 食物去到癌症的位置 就會痛 再者 聲紗又是要特別小心 聲紗 比如說甲狀腺有癌症 甲狀腺隔壁就是腎帶的神經線 如果吃了下去的時候 會影響到神經線 就會腎症 有些時候 它走散了 也會令到頸有腫塊 當然腎帶本身 或者腎帶附近 咽喉的位置 有癌症的話 一樣會令到腎變了 也可以令到頸有腫塊 吃到有癌症的話 它也可以在頸有腫塊摸到 同一時間 就會越來越吞東西 吞不到 初初吃飯有困難 喝水還可以 慢慢喝水也會有困難 吐出來的話 就要小心一點 準確來說 也不是只有中年人要小心 現在比較年輕的人 頭頸癌症 都越來越多 那些癌症 很多時候都是跟HPV 即是說人類乳頭病毒 Human Paparovirus 有些關係 大家都知道HPV引起子宮頸癌 很多時候都是經性接觸 傳染回來的 懷疑都是跟Oral sex 有些關係 傳染到HPV 在口腔的位置 令到口腔有癌症 頸有腫塊 這些是因為它比較年輕 很多時候就不懷疑 它是癌症 令到診斷延遲 以及HPV引起的頸的腫塊 摸下去有時候會軟 也不像傳統癌症 硬了 很容易不診 所以如果頸癌有腫塊 又比較多性癌症 都是要小心一點 檢查的話 要找出原因 一定要做兩件事 一個就是電腦掃描 在頭頸的位置 做一些橫切面 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裡面有沒有癌症 第二 通常那顆東西 一般都會拿一些很小的針 偷一些組織出來 檢查一下 究竟細胞的性質是什麼 不同地方的結構 細胞的樣子 也有一點不同 如果你驗到細胞的樣子 比較容易判斷到 它從哪裡走過來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留言 點贊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按下個鐘仔 下次再見 拜拜 przemContro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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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